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车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款车 它就是 Lexus 的 RX 它还有一个名字马来西亚消费者更熟悉 也就是 Toyota Harrier 实际上在以前的这一个 Toyota Harrier 它的双胞胎兄弟就是 Lexus RX 只是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而这个 Lexus RX 也变成了体积更大的豪华 SUV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全新大改款的 Lexus RX 在 2014 年 Lexus 推出全新一代 NX 的时候呢 就诠释着这个 RX 跟 Harrier 分道扬镳 NX 的双胞胎兄弟变成了 Harrier 至于 RX 的双胞胎兄弟呢 则变成了体积更大的这个 XUV Highlander 的双胞胎兄弟 在新一代的车型也是如此 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厂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首先呢他们更换了一个全新的集团平台 也就是 GAK 这个 GAK 的平台拥有着更低的重心 然后更高的刚性 采用这个平台的车款呢 不仅是操控表现会有巨大的提升 它的安全性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在外观的设计部分 它延续了 Lexus 的家族设计 在前面可以看到巨大的仿锐式水箱护照 以及这个稻钩式的日间行车灯 其实我们跟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全新一代 NX 对比呢 你可以看得出这一款车呢 其实跟 NX 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 只是它的体积放得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呢它的轴距也变得非常的大 这边我们会列出这个前一代 Lexus RX 跟现在的 Lexus RX 的这个空间尺码对比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款车的空间表现进步很大 至于在车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Lexus 在全新一代的 RX 上面呢 采用了这个连贯式的 LED 3D 尾灯设计 跟 NX 也是很像啦 另外呢原本的 Lexus Logo 则是变成了 LEXUS 这五个字样 整体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更为简约也更运动化 如果讲上一代的 Lexus RX 成熟大气呢 这一代就变得非常时尚非常的运动风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 你觉得怎么样 在内装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Lexus 全新的家族内装设计 首先中控台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尺寸的触屏足跡 这主机的尺寸达到了 14 寸 视觉效果真的很爽 而且它还内建了 Lexus 全精能的车载系统呢 使用起来更流畅 这个用户体验也更好 如果你是开过以前 Lexus 车款的朋友呢 你都会知道 Lexus 的系统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好用 但是这一代呢 这个痛点被完全的解决了 我个人尝试过这个 Lexus NS 上面的这个系统 我觉得反应还不错 重点是这个视觉效果真的很棒 你在连接这个 Android Auto 或者 Apple CarPlay 的时候 整个主机都是地图 哇 那个视觉效果一流 除此之外 它的这个数位化仪表也更换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更加的绚丽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 Lexus 也跟上了欧系豪华车的步伐 在这个车内导入了这个多彩氛围灯的设计 尤其是在这个 Lexus RX 上面呢 它更凸显了这款车的这个高贵的感觉 我觉得 RX 的这个内装设计 完全不输给这个欧系豪华对手 所以这次 Lexus RX 的内装设计呢 你看了你应该会很喜欢 这个内装设计除了这个质感跟这个设计感的提升之外 它的科技感也提升不少 首先它同样的导入了在 Lexus NX 上面 首次出现的 Digital Key 设计 在这个排档看前方的置物格 你只需要把这个钥匙放下去 或者是你的手机放下去 它就可以让你启动车款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系统 已经让智能手机取代了你的钥匙 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的便利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忘记带钥匙 只要你的手机还在 你就可以启动车子 除此之外在安全性的配备上面 这款车也有着非常大的提升 它导入了全新的 Lexus Safety Season Plus 3.0 这3.0的主要功能跟上一代的一样 像是这个Dive Stop & Go的主动式定速悬航等等 其实它都是有的 但是它的进步的地方在于 它的这个侦测更为精准 可以侦测到的东西也更多 除此之外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它还会有一个自动的闪避动作 来提高驾驶车或者乘客的安全配备 所以这种Lexus的安全性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部分 在这个引擎的配置部分 RX这一次也是有着极大的更新 它们只保留了一个纯内燃机的选项 剩余的选项都是混合动力 所以它总共有四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4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2.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加着一个混合动力系统的2.5混合动力版本 以及2.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 最后一个就是这一次的重筹系 也就是归属于这个Lexus性能之品牌 Export Performance的这个RX500H 为什么说它是重点呢? 首先它采用的引擎还是同样的2.4公升涡轮增加引擎 但是它配备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提升到了367HP 峰值扭率表现更是有550Nm 而且还有四轮驱动系统 匹配的变速箱是6速的自拍变速箱 你不要看这个档位比较少 原厂表示这个变速箱是经过特别调校的 它会更为匹配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而且根据这个数据呢 这款车的0-100加速表现只需要5秒多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的Lexus RX 不过我们暂时不清楚呢 这个版本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应该是我们熟悉的 这个2.4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版本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275HP 峰值扭率表现430Nm 匹配8速的自拍变速箱 Lexus 在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的粉丝 但是Lexus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车款都是以CPU的方式引进马来西亚贩售 所以在价格方面呢 它是没有办法跟CKD的德系豪华品牌媲美 但是它的能见度依然是不低 我们就以目前还在贩售的RX来讲 其实RX在路上还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相信这些全新一代的Lexus RX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会有很多人期待这款车 至于在售价方面 我们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相信最少应该都会超过40万令吉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啦 因为目前的车款都卖着40万令吉左右了 新一代的车型应该不会更便宜 你说对不对 OK 各位观众 你们对于这个全新一代的Lexus RX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